感谢上帝 那个Instagram跟Facebook 非常的顺 Instagram Facebook Instagram Facebook 你知道那个泰国人 讲Facebook Facebook是Facebook Facebook 那我以后就这样讲就好了 好好笑 Facebook Facebook超可爱 但意思的滚呢 意思的滚 我不知道 我只有听过他讲Facebook 泰国人 讲Facebook Facebook 哈喽我是嘎嘎 哈喽我是米姜 宇宙妞妞宝 我是这集的宇宙播报员米姜 嘿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 在讲之前先告知大家一下 如果假设啦 真的每集都在收听我们Podcast 小星星应该会发现 我们这集的开头怪怪 好像少了点什么 对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最近都要很努力的研究 要怎么让Podcast更好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开头如果太农藏的话 会让人家一下子就把它关掉 然后不想听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之前 固定录制的那个开头给拿掉 虽然我自己在听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听完 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们的开头 对我很喜欢我们之前的开头耶 不知道有没有小星星 跟我们一样很喜欢之前的开头 就大家都是 没有人回应我 开始 很好笑 可恶 自己很满意 结果大家都不喜欢 对啊 自我感觉良好 美人care 美人care I don't care I don't 欸不行 我们之前有一集还说 我们要什么英文加中文加台语 来 I don't 在意 I d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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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 I don't care 很直翻耶 没有他还是英文 不是人家是I don't care 但是是I don't care 他没有各种融合在一起 可恶 我服了you 我服了you 好 好我们今天要讲跟骚法 你有听过跟骚法 有啊 但你在开头要不要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一样没办法讲得那么专业 这个要不要再提醒一下 对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深哦 法律的问题 对对对 好好好 我们今天要讲跟踪 跟踪法 我们今天要讲跟踪骚扰防治法 但因为我们同样的也不是专业的人 我只是想要讲一个有热度的标题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够专业 你太直白了吧 你应该说 不好意思 经常有在关注的东西之类的 没有 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今天为什么决定要讲跟骚法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不停的 就是想到什么主题 就会上网搜寻一下 然后想说下一次可以讲那个 就是想到什么就搜 想到什么就搜 可是有一次 我要搜寻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冒出一些 那个搜寻关键字 热度比较高的 嗯嗯嗯 然后结果就突然出现了一个 跟骚法三个字 我就想说 蛤这是什么东西 就突然推送你了 对突然推送给我 而且其实我平时搜寻东西的时候 它们下面不会随便冒出关键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次我要搜东西的时候 我字都还没打 它下面就突然出现了跟骚法 好 好啦反正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讲了太专业 我就是就网路上可以搜寻得到的东西 跟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然后去夹 大家如果想要补充 或者是想要纠正我们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没错 近几年发生了很多起那种 女性在公共空间被跟踪骚扰 之后遭到杀害的案件 好像一直来都很多吧 对 一直以来其实都很多 而且就调查统计的话 是女性被观众骚扰的比例 比男性被观众骚扰还多 其实其实男性也有单 还是女性占大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就列举几个 比较有名的案件 然后这些案件是我参考一个 叫做报导者的那个文章 他们去整理出来的 像有2014年的那个 台大硕士毕业的张燕文 砍杀前女友47刀 这个案件那时候刚报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下课 哇塞 怎么会有这种男朋友 蛮关注这一个案件的 因为真的太可怕 我有去细查他 他就是女朋友要提分手 然后他不满 他就去砍杀女朋友47刀 然后而且很可怕的是 他是砍杀47刀之后 还亲吻他失声下庭 这个我好像有听说就是 因为一直以来他们交往的时候 男方一直要求女方给他舔 但是女方不可以 然后终于在他死了之后 达成这个心愿 对他才终于可以完成他的 好恶心哦 是不是 超恶心 然后最扯的是 他舔完他的下体之后呢 他还自砍了 他的脖颈等处 但是没有死 他是用刀背砍 难怪没死 就自以为死意坚决嘛 那你干嘛拿反呢 你为什么拿反呢 他女朋友47刀的时候 那个刀那么利 砍自己的时候就变刀背 一点都不利 就是他其实就只是想要 可能想要言一下 就说他其实就是很后悔 做了这件事 的感觉 然后 但其实你是用刀背 搞笑 好 然后再来就是2018年的 四星男大生 陈正佑 追求不成 然后砍杀学妹 这个我就没听过了 他其实就是追求学妹 而且他是多次跟踪骚扰 可是依然的被学妹拒绝 后来在学校教室外面 和学妹发生口奖 就拿出玉藏的水果刀 然后追杀学妹 砍了学妹三刀 嗯 只是好险后来 他那个伤口都不深 然后送衣缝 然后就没有大碍 可是也是造成人家心理创伤啊 吓死人了 肯定哦 肯定啊 他不要说砍杀后 造成了心理创伤 他前面跟踪骚扰 就已经造成人家心理很大的阴影 对啊 怎么会有人想要这样追求人 就会觉得追得到 然后再来是2020年的 台南那个长荣大学 马来西亚籍的学生 遭到已有跟踪女性 预造的良知欲 强乳上车 性侵杀害 呦 这新闻是不是也很大啊 马来西亚呢 但是我后面其实会讲 如果是依照跟骚法的条件的话 这个案子其实不符合跟骚法的条件 你是说不受跟骚法保护吗 对 因为我后面会讲 他跟骚法其实有一个条件是 他必须要是对同一个人 然后持续的骚扰 对 持续且重复的骚扰 可是这个案件 良知欲是随机掳人 随便找一个下手 他不是特定的 一定要谁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 他那个马来西亚籍的那个学生 其实他不是一直被良知欲跟踪 骚扰 然后最后才造成这个结果 他就是随机掳人了 有一天回家的路上随机被掳 所以他这个就没有办法受跟骚法的保护 就是不是用这个法条而已 但是感觉就是一定要是在 发生到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治他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2021年的那个 屏东通讯行女店长 被黄东铭制造假车祸撞倒 然后昏迷以后被弃至空污身亡 好像也不是跟骚的感觉 好像只是不小心撞死他吗 是吗 但其实他也是追求不成 他是追求那个女店长 报复的 所以他在追求的时候 应该就有跟踪骚扰的行为了 所以他是后来追求不成 然后直接把他撞死 报复他 对他是制造假车祸 然后去撞伤对方 之后再将满身伤 然后而且昏迷的受害者 炉至空污捆绑四个小时 让对方任由他伤重而往 那他们有做任何动作吗 因为像我有看过一些电影 女主角也是莫名其妙车祸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失去意识 然后就被那个嫌犯带回家 就骗他说外面世界末日啦 什么的 然后就把他囚禁在地牢里面 然后囚禁很久 对对对 很多这种情节的 所以他就只是把他丢在那 等死 对 他就是把他放在那边等死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 对他做了些什么更残忍 他是无作为 一群神经病 把人家撞成那样 然后还把人家丢在 那个荒郊野里 让他自生自灭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我还想要去思考 他到底是什么思维 我就想说他是想要追求对方 像人家那个张燕文 他是看似人家 来亲吻人家的下 不能用常理去想他们的思维 他们可能是哪里有病的 你知道吗 他们心里已经不正常了 跟正常人不一样 也是 因为我想说他们会做到这样子 都有一个目的性啊 感觉可能会有一个逻辑性 他看来是应该是没有逻辑 像我们讲这些案件 变态杀人物的案件啊 主要也是想要知道说 他是什么样的环境 是什么样的情形 才会造就他们做的那些事 就是比较好奇啦 所以才会讲这些案件 顺便讲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案件 都会讲到他们的背景 但因为今天这些就 就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查 匆匆带过 好 然后我们继续讲 因为发生了这些东西 然后跟骚扰的那个草案 在2015年的时候 其实就出炉了 我来考你一个东西 就是你知道一个法案 提出来之后 要经过哪一些程序 才能通过变成正式的法律 我不知道经过哪些程序 但我知道可能从提出到立案 可能不止短短一两年 就是要经过很长的审核啊 就是到各种法院什么什么的 立法院什么什么的 然后最终才会立案 有一句话你应该会觉得很熟悉 叫三读通过 有听过 因为我平常是没有在看新闻的 对 比较不了解 没有 今天如果反过来 我没有查过这些东西 你反过来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查了才拿来考你 是哦 谢谢咯 帮我科普一下 谢谢 三读通过 我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三读通过是什么 这是首读呢 你要先送到委员会审查 然后委员会可以就内容修改法案 但委员会同时也掌握了 法案的关键权利 因为它是首读嘛 如果首读都没过的话 这个就确实 嗯 拜拜了这条法律 二读就是送到院会进行辩论会 总辩论 然后就是议会可以就法案的基本原则 发言或提出修正案 通常呢 二读通过了 这个法案基本就成了 哦 照着经总辩论表决修正后的法案 决定是否照案通过 若获得表决通过 就正式成为法律 就是最终的立案 嗯 这就是三读通过 然后可是我们的根捎法 在一读的时候就胎死腹中 当初 嗯 后来是连续的多起重大案件 然后让讨论多年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终于在2021年的11月通过 并且在2022年的6月1号正式上路 6月1号 嗯 今天6月3号 所以我今天这集会选择讲跟骚扰法 就是因为这周的6月1号 刚好是跟骚扰法上路满一周年 恭喜 恭喜 感觉这个法案 我自己查完之后 我是觉得蛮需要的 确实一直都很需要 所以不太理解 为什么当初会胎死腹中 对啊 好奇怪 还是说他们觉得有太多 好像模拟两可 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要说 在还没有跟骚法之前 是怎样来保护这些被跟踪的人 是等于说 察觉到有人跟踪去报警 警察是没办法帮助你的吗 还是什么意思啊 好像就顶多就是直接针对他 可能威胁啊 嗯 骚扰啊 然后去把对方逮捕到案 然后说明 但是我自己查了跟骚扰法 是他后来有出现了一些 就比如说 我等一下后面也会讲 他就出现了书面告诫 然后保护令 还有刑事诉讼 就针对跟踪骚扰 立法之后的这些对策吗 对 像你刚刚听到 书面告诫及保护令 这个东西 感觉之前就比较常 在家暴事件听到 但是不会去针对跟踪骚扰 去做这个处理 就是在没跟骚扰法之前的话 就是你遇到人家骚扰 他们是没办法对他执行公权利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 今天已经有警方介入 或其实今天我已经收到保护令 或者是今天你已经收到书面告诫 你不要再做这些行为 嗯 没办法 就顶多被抓进去 然后可能 勸借一下 然后就放出来了 对然后付个保湿巾又跑出来 然后继续跟着你 对然后就除非发生到 你看都已经人死了 好 嗯 就是要等到 就是有人为了此事件牺牲之后 然后 通过了 真棒 然后我还去上了 内政部的警政署的官网 去查看了 他们最新的成效 他们最新的成效 是从上路开始 到今年的4月30号 他们总共受理了 2724起案件 跟中操扰的案件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成效 是没错 因为终于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觉得 也不是说地方了 就是有一个法案 可以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终于有受到保护的感觉 不会说就是求助无门说 就是已经知道有人在威胁你了 你还没地方可以求救 警察也不受理的感觉 那讲一讲又放回去 不是变本加厉吗 对啊 就跟我们之前讲到的 那个霸凌的事件一样 就有时候 我们跟老师讲了 然后霸凌者可能会愈发的 我跟你讲 现在被霸凌 就上传到网络 那些人肯定就不敢 比报警还有用 跟着骚扰有办法 上传到网络 这就是两码子事啊 我只是说 就是那个被霸凌的话 上传到网络的话 他们肯定就不敢 哦 是吗 确定吗 他们也会拍一些霸凌人的影片 然后上传到网络啊 所以他们都被网络啊 而且还被露搜啊 他们以后哪敢 哦 但我觉得这样对受害者 也是一个二次伤害吧 因为就是要 他可能一辈子 都要背着这个事件 对啊 就是会让大家知道 他是被欺负的那一个人 好 我们说回来跟骚扰 我接下来要说那个 跟骚扰的懒人包 接下来就一起对 跟骚扰的懒人包一下 虽然可能很多人 在网络上已经看过 那些懒人包 我们给大家语音吧 然后我自己帮跟骚扰 整理了一个懒人密码 怎样 是348 348 好那你说 就是大概是用数字348 这是我自己创的一个密码 如果大家觉得 靠这什么鬼 就欢迎留言呛我 这什么鬼 我现在在跟大家解释 这是什么鬼 348就是三道防线 四要减 然后跟八样态 八啊什么 八样态 八样态 八行为样态 我刚刚听到八样态 八样态 八样态 好 好我首先先讲三道防线 三道防线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书面告诫 然后保护令 还有刑事诉讼 跟踪发生且到警局立案后 还有两种做法 这两种做法可以择一 或者是同时进行 我把它分为AB A做法就是直接提告跟踪骚扰罪 接下来就进行跟踪骚扰刑事诉讼 B就是向警方申请书面告诫 就是先申请书面告诫 然后如果申请书面告诫 出来了之后 行为人他有强调两年内再犯的话 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跟骚保护令 那如果保护令都出来了 那个行为人依旧违反了保护令 就可以进行违反保护令罪之刑事诉讼 这就是两条路 最多可以关在几年 就是诉讼之后 他有机会被关到几年 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8条规定 实行跟踪骚扰行为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 噢靠 这么短 所以好像也没什么用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 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 携带凶器或其他危险物品 犯前项之罪者 就是你跟踪骚扰的人 然后你还携带凶器跟其他危险物品的人 就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罚金就是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刚刚B选项的那个 就是如果违反保护令 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罚金是30万元以下 好 这可以用前黑免官吗 对吧 诶好短哦 一年 五年 三年 确实 如果就是趁他去受劳的时间 赶快跑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很不现实 因为就是你的周遭朋友也都在附近 所以才会住在哪 所以我觉得很不现实 就我觉得一样还是就是不自根 我觉得啦 嗯 要至少有防护的作用 可是我觉得至少跟踪法出来 会让被害者有那么一线希望啊 至少有这些程序 现在至少是多多少少可以保护他的 是没错啊 这个法案通过是非常好的 嗯 某方面来说 对于那种人 就是对于那种不择手段 都要追求到这个女生的人 或者是男生的人 嗯 那些公权力 如果没有真的很严厉的话 我感觉效用不大 只能说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 要夺喜欢一个人 但是你不能因为喜欢一个人 而做出伤害他的事情 可能大部分的人会因为这样被贺阻 但是少部分的那种 疯子cycle之类的 可能真的没办法 对 对 你讲到关键词了 就是疯子跟cycle 所以这已经不能用正常人去理解了 对 正常人就真的去喜欢一个人 说实在乃 不会做到伤害这种事情 对啊 所以 赫止正常人是有用的 就是如此 接下来就讲 四要件 单四八的四 好 四要件我们就是要讲一下 今天如果我们要判定为跟踪骚扰法的话 需要符合的四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对特定人 第二个就是反复或者持续 我们刚刚前面都有讲 第三就是实施违反其意愿 且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 四的话就是指受害者心生畏惧 畏部 他那个词是用畏部 畏部是什么意思 这个恐怖 恐怖 畏部 畏惧恐怖 好 或者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 或者是社会活动 这样子 四个要件 我其实觉得反复或者是持续 就是像他刚刚随机掳人 如果只有一次两次的话 其实这个很难去判定说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对我跟踪骚扰 虽然我对第二点有一点抱持着 你说他把他掳走 那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刑事法则 就跟这个跟踪骚扰没关系 但是他是一直都有 就是跟踪骚扰女性的前科行为 那个人本身 刚刚讲的那个案件 梁志玉那个案件 网路上讨论的时候有提到一个缺口 就是第三个要件 实施违反其意愿 或者是要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 就常常有些跟踪骚扰 他只是跟踪骚扰 但是并没有发生对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 那你怎么知道他下一步 不会实行这些动作呢 所以就得下一步出来了 才能符合这个要件 所以你只是被跟踪被骚扰 这种没办法成立吗 我有看到一个小案件 他就是说 他原本只是被跟踪骚扰 原本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一个点 对方有做出那种性别侮辱的言语 就被受理成跟踪法 好难说哦 你说言词侮辱 那你要怎么刚好的 就录下来或拍下来 或者让别人听到呢 这真是个好问题 这可能真的得发生的时候 去好好研究 千万不要 乌鸦嘴 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笑死耶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 348的8是八种行为样态 八种可视为跟踪的行为样态 一是通讯骚扰 二是丁绍尾随 三是跟踪观察 然后四是歧视贬义 五是不当追求 然后六是寄送物品 七是妨碍名誉 然后八的话是贸用各自 通通都是骚扰的行为啊 嗯 就是他说可视为跟骚的行为样态 八大行为样态 嗯 就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嗯 在四下无人的情况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救吗 我有上网查过这个问题 查不太到有一个准则的答案 可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说 我如果我们要常单独的去行走 在那种四下无人的环境 或者是道路上的话 我是觉得你最好还是带一些自我防身的东西 防狼喷雾器 对 或者是什么电极棒啊 电极棒不太方便吧 那不是蛮大一个的吗 或者是带雨伞 现在不是有做一些小的吗 这我不知道 肥身膝带的 或者是辣椒水 还有那种很神奇的是 它的手机壳是电极棒 哦真的哦 好方便哦 超酷的耶 如果是四下无人 如果情况的许可 就是逃到有人群的地方 这是一定最简单的方法吗 或者是去Save 因为其实台湾的Save 覆盖率很高 对 有一点有一真意的就是 你可能没发觉到有人跟着你 我们平时不是偷花着手机戴着耳机吗 对对对对 最糟糕的就是戴着耳机嘛 那就是没有发现说有人跟着你 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 你已经被制住了 那怎么办 真的只能被带走 好像真的没办法 去学一些那个防身技巧 网路上有好多很搞笑的那个防身技巧 应该是说啦 不论是男生女生都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那些人 到底会做什么事 不希望大家那么晚了 还走到那种混乱的地方 给人家有机会 可是这样会不会有人说是 检讨受害者 为什么不是去检讨那些 做那些事的人 可是那些人真的就不是正常人啊 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他 我们也不能说检讨受害者 而是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 就虽然这么多案件 但是其实台湾算是相对安全的国家 也还是不要过得太安逸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了 随时保持危机意识 说到危机意识 你说 比较上次就被我骂没有危机意识 你自己讲一下 我在澳洲买了一台车 然后那台车那个车钥匙呢 那个遥控器坏掉了 然后我有拿去换过电池 一样是坏的 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遥控器锁车 但我又是一个很懒的人啊 所以我就很懒得每一次下车的时候 就要拿钥匙插进那个驾驶座的门 然后把那个车子锁起来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都很懒的锁车 我就仗着我那台车瀑瀑烂烂的 然后就应该没人会想动 而且我车子里面都不会放贵重物品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不会有人去收 去怎样对我的车怎样吧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结果没想到有一天晚上 然后我们凌晨起床 然后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放在那个扶手置物箱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被翻出来 然后放到驾驶座上面 然后我就吓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翻例 我是在西西一起上班的 然后我就当下我很紧张 但是我还是强装镇定 然后我把东西全部都收回那个扶手置物箱里面之后 我就把车发动然后开车 我就默默的跟西西讲一句 我说我知道我现在讲的话有点可怕 但是你可以回头帮我看一下后座有没有任何 你都已经开车了 你才想到要看人 你不是应该上车的时候就发现 要去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想要先保持冷静 然后假装一切正常 没有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还是要先看一下后座有没有 先检查一下 因为如果情况不对你可以马上跑啊 那你现在在行驶中你要怎么跑呢 其实我在发现东西被放到驾驶座的时候 我就有回头看后面 只是我怕我没有看得很仔细 然后我怕它是藏在那个 脚踏垫那边 就是座位下面脚踏垫那里 然后后座我就叫西西再回头帮我看一下 有些车是不是可以从后座钻到后车厢 对对对后座不是有那个中间有一个扶手可以拉下来吗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新款的车也可以这样子 但以前很多车是可以那个扶手拉下来之后 然后里面还可以再拉开来 然后就可以往后座桶 不是后座后车厢 反正就是米姜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没有危机意识 尤其是它是在国外 就是如果你说在台湾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知道台湾的治安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不知道很好 但是觉得跟国外比可能会好一点 我觉得澳洲的治安也还不错 好不错吗 有吗 你是不是太少看一些出块 靠杯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几秒的是我们台湾 就假设啦 我们台湾你有那个能力 然后用有一块地 然后你在那块地上面盖一个独栋的别墅 或者是怎样的 在台湾的话 台湾人一定会用一个围墙 然后把那个独栋别墅都围起来 但是在澳洲在国外不会 但是每个国家的那个习性不一样吧 但是我们会坐那个围墙也是要防小偷 但是在国外他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他们也不怕人家去把他的窗打爆 做了围墙窗就不会被打爆吗 至少可以先阻止他爬进来 你想太多了 不是那个围墙上面在装那个电网 你想太多了 人在国外你也没有办法 即使可以有人帮助你们 就是小星星们最好是做好一些防范意识 事事难料啊 你怎么知道你下一秒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说到那个什么 台湾是相对安全的国家 其实还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因为我刚刚前面不是讲了一个 就是台南长龙大选马来西亚籍的学生 被那个梁志玉掳上车 然后性侵杀害吗 很讽刺的是那个马来西亚籍的学生 他回到自己马来西亚的时候 做了演讲 然后他还在那边宣传说 台湾是很安全的国家 结果就在台湾被性侵杀害 所以他那时候新闻让我大 超讽刺的 应该是说 不论每个国家都有这些风子的存在 但是 因为我们台湾也小嘛 那相对的可能跟国外比起来 就是比较少这些案件 但是国外的是真的很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要如何自救 然后有讲到那个防身的东西 那个防蓝喷雾器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有一些防蓝喷雾器经验 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 超好笑 对就是那是几年前啊 反正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之前那时候 就是常常晚上会出去跑步 去公园跑步 那时候我就是会有一些害怕 因为很暗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就是买一些防蓝喷雾器回来 带着然后去跑步 然后就是那个防蓝喷雾器的 那个保值期限又很短 就是好像几个月就坏了 然后我就想说 买来没有用过 我很好奇 防蓝喷雾器到底是 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是带到了 我的任职的那个公司里面 然后我就在跟我同事讨论说 嗯 我很好奇这东西 然后他们说 诶 我也很好奇耶 然后结果我们就一起按了一下 然后结果我没想到 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之嗆 很嗆 就算过其了 效用还是一样好 他可能只是喷不太出来 但是他的功用一样在 那个东西还是一样辣 对对对 当天那个办公室 全部人下来都被嗆了一轮 你的防蓝喷雾里面是辣椒水 还是胡椒水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成分 我已经忘了 但是我知道那个味道是非常嗆的 就是你就算呜着嘴巴 因为你前面已经被嗆到了 就算你呜着嘴巴 也没办法指出那个嗆意 就是会很嗆 所以就知道防蓝喷雾是真的有用的 对对对 嗆爆那个犯人 你没办法制止他 但是你可以阻挡他一些行动 你可以有时间逃跑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看同事下来 他们每个都被嗆一轮 就觉得好尴尬 就真的不要在室内玩这个东西 很可怕 对真的不要玩 我自己也有买过 但是我也没有用过 从来没用过 对我觉得女生还是要 多少还是要拥有一只啊 然后最好还是不要超过他的保持期限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喷会喷不出来 就是可能 万一你真正要用到他的时候 他过期了 然后你喷不出来 那不就很衰吗 超尴尬 而且我觉得或许你可以不用买 那个防蓝喷雾器 你可以去辣椒水 也有用 对其实防蓝喷雾可以自己做 就是你去那个喷的那个空气 对然后你回来 就是放辣椒水 或者是放胡椒水 自己做了 然后装进去 他就是一个防蓝喷雾 可是 他会不会发霉啊 放太久没用发霉 你可以定期更换啊 跟那个东西成本很低耶 你自己定期更换好不好 哎 然后有时候做料理的时候 就想说 哎喷一下啊 哎呦好饿哦 不要啦 那我自己是有防蓝喷雾器的经验啊 就是这样 一个搞笑奇奇怪怪的经验 千万不要尝试 我还记得小时候 还有宣导那个可以带哨子 是学校发的吧 那个哨子 嗯嗯嗯 就是每人会发一个哨子 然后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吹 对然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或警察注意 然后让他们察觉并找到 可是老实说 我在街上如果听到这个哨子 如果不是很晚的时候 我会以为有警察在附近那个办案 对 然后不会想到是有人受害 对对对对 其实我那个时候听到学校宣导哨子的时候 我一直对哨子有疑惑 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吹响他的经验啦 我是希望不要有 但是我还蛮好奇的 你吹响了之后 有没有因此有人来救你 或者是什么的 哎我突然想到铁达尼号那个螺丝 躺在门板上的时候 不就是吹口哨 所以又被找到吗 我比较好奇 他那哨子到底拿来的 哦他拿那个警卫的 想到了 对对对对 尸体的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 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经验 对到底有没有用啊 哨子 我觉得其实哨子我真的充满疑惑 就是大家都说你吹哨子你不如喊丝火 就是丝火可能反而会比较有人出来帮 因为怕烧到自己啊 但是如果你喊救命或什么的 那个盘光子的效应真的是不是假的 可是我觉得丝火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屁用 真的假的 到底要喊什么还可以马上就有人冲过来看 丝火我是知道一个 因为大家会怕烧到自己啊 但是如果你喊救命的话 大家会怕说 啊到底救什么命会不会砍到我 会不会伤到我之类的 或者是说会不会是神经病 哦对对对 就是怕可能像那个那种正洁那种疯子乱砍的啊 他们可能会跑更远 他不会来救你的命 他会跑更远 没有有时候是疯子自己叫救命 啊是吗 然后结果跑过去之后 干是疯子在乱叫 什么鬼啊 而且你刚刚讲到郑杰 也就又呼应了你前面讲的那个 其实低头玩手机 对啊 郑杰那个案子就 前面有几个受害者 就真的是低头玩手机 然后直接被砍 然后不止的 直接被捅啊 不是被砍 应该是说 正常人也不会想到说 突然有一个疯子在捷运上乱砍乱杀吧 现在知道了 所以还是要有危机意识 还是赵华 天哪 赵华赵碎 我自己是滑一滑会看一下周围啦 效益还是不高啦 我觉得 因为你通常会反应不过来啊 嗯 对啊 那你有什么防蓝喷雾气的经验吗 我怎么记得你好像也有说你有买过 有啊 我有买过啊 就是来澳洲的时候我就买 然后也没用过 对 没用过 然后就真的放到过期 整个瓶身身锈 那个瓶身是铁 你要不要找个空框的地方 喷一下 看还有东西出来 没有没有 我把它扔了 因为它身锈了 你不会觉得浪费吗 没有 我那个时候要扔的时候 我还拿出来给我前男友说 欸你要不要试一下 然后我还跟他说你要试 你不要在房间里面试 你拿出去庭院试 我那时候就是有那种贪小便宜的心态 就是觉得没按过很浪费 所以我才试了一下 好不要乱尝试 不要乱尝试真的 然后还有看过一些就是 有一些漂亮的女生回家啊 她们也都是边滑手机边回家 然后也没有注意到有人跟踪她 对啊 我就是看过最有名的影片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 就是那个女生回家之后 低着头滑着手机回家 然后在她关上门的那一刻 那个男生伸手去扶 幸好那女生关起来已经锁上了 要不然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韩国的一个影片吧 我觉得那种真的很可怕 有我有看过那个影片 如果以我来说 我边滑手机边回家 我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以我自己来说啦 但是以我自己来说 我好像没有办法边滑手机边走路 啊真的假的 我超长欸 我会走歪掉欸 我有试过 但我真的会走歪掉 我如果要在路上用手机的话 我会停在旁边 然后用完之后再继续走 你好菜喔 天哪 你好菜喔 你知道我现在是这样吗 我中午不是都是去散步吗 我现在是 我很专注看着手机 我可以完全不用看前面的 走完我的路线 可是我真的会走歪掉 然后我还会踩空欸 我不会 我就想说 欸我怎么 莫名其妙就走了那么多圈 就走到了 因为我是绕着走 就是一直绕圈走 我想说 哇我怎么这样子走到 好像都不用看 然后我就可以很顺利的走完了 是走太手机 可是我真的会踩空啊 因为台湾的骑楼 不是也有很多那个阶梯吗 就是会看一下 然后再走 喔是喔 没有我会踩空 我真的会直接踩空 开菜 要一心二用 虽然看着手机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走走 我好像不太能一心二用 不过我发现 嗯我感受到了 你需要focus 我好像真的不太能一心二用 像我在用手机 查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聊天 好 就每个人自己的习惯嘛 那你这样也很安全啊 就是你不会在走路的时候 遇到危险 没办法做反应 啊像我这种的可能就是 真的没办法及时反应的那种 嗯我改天就去捧嘎嘎 你会被我扎到警察局去 偷偷的捧嘎嘎 好 那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 就是有没有因为 跟烧法立案最后的旧的案例 我也是有看到 跟烧法立案之后一些小案子 嗯 就是有那种被跟中 跟烧了三年 然后终于等到跟烧法上路了 然后他就立马实行 跟烧法的那个B方案 嗯 所以他就先申请了书面 然后但是那个人还是继续 又违反 然后他又申请了保护令 嗯 对 然后但是他还是违反之后就 被关了 诉讼 对 所以还是 还是有用的 嗯 那他被关出来再继续 怎么办 这就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耶 然后就是重复再来一次啊 因为公权力好像没办法 阻止这个人 想要去哪里或什么的 但是 如果他真的做了骚扰 或者是一直 什么动作的话 他才有办法去 强制执行他的公权力 但是其实你这样子 被判了案之后 你就是有案底了 那他宁愿追这个女生 留下案底 他乐意啊 但是那女生 我跟你讲 被追了不是女生是男的 哇哦 所以这个案件的受害者是男的 哦 所以是女生追求他 对 然后女生就一直骚扰他 然后一直动不动就跑去他家找他 他是不是私生犯了 像那种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好像是忘记叫谁了 一个女团的 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粉丝丢了一个熊上去 然后那个Black Pink的那个Lisa 是吧 然后他就生气 可是他一开始是没发现 那个熊有装这件事起的 他是直接把熊放回去 因为好像公司有规定说 不能私下收粉丝的礼物 叫那个熊是有监视器的 其实也是保护明星啊 对对对 要不然你看他带回家 那他脱衣服那些都被看光了 不是 他只带回家 我还有看到那个新闻是说 他们其实这样丢到舞台上 被丢回来也无所 因为如果他丢得准的话 刚好丢到女明星的那个裙下 就可以直接拍到 可以直接拍到裙下风光 不是我要说 他们在那种舞台表演 他们一定会穿安全裤啊 那你跟他们讲啊 脑子有 你跟丢熊的讲啊 所以我觉得他最终的目的 可能是想要让他带回家 就是拍他们的私生活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耶 这种私生犯 麻烦一下 你讲到私生犯 就还有那个网红啊 我有看过一个网红 他就是到 他好像是国外的网红 然后可是他来到台湾旅游 结果就在台湾的饭店 你说企鹅妹 不是 不是他 我就不提是谁了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吧 很多网红都有发生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 他就是在饭店里面拍那个room tour 你知道room tour 我在 就拍那个房间参观 房间介绍 Vlog吗 还什么的 反正就是拍 他就是拍饭店 房间里面的设施啊 然后介绍啊什么的 然后他拍了 然后分享到IG的限动 结果就被一些 粉丝推理出来的时候 他住在哪一间饭店 然后就堵在那个饭店的门口 然后就被一大堆 粉丝围堵 然后要拍照 我觉得他这种的还算还好 我是看过那种就是 透过日常一些影片啊 拍照啊 然后推敲说 这个博主住在哪 然后去找他 然后跟踪他的 这种才可怕 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不去当那个 侦探 或者是 很浪费 他还有那个真信社 真信社好需要这种人才哦 才不要咧 万一他利用真信社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谁烦得了他啊 我的天 不是 我如果先不论 他就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但是他这个能力很强 但是我没办法耶 就心术不振的人太可怕 他还透过他们窗户的景色 然后去推测出他们住在哪里 我就是有看过一些这些 哪个角度啊 然后哪一栋啊 几层楼啊 然后就开始传讯息说 我知道你在哪啊 什么什么的 很可怕 都是住在几楼啊 吓死人 那我的问题到这 你还有要讲了吗 没有了 那我的疑问没有了 那如果小星星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在一些平台的下方留言 问我们 或者是视讯我们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那我们最后感谢小星星们 收听到这里啦 太感谢了 如果真的有人收听到这 好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 来帮我们五星评论 让小宇宙有更多的小星星哦 然后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精华影片 也都在小宇宙的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按赞小宇宙的 Instagram跟Facebook哦 好 我是嘎嘎 拜咯 我是米江 拜哦 拜拜